大家好 我是妈妈 Tara 仔细的算来 我们的视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贵的东西了 然后最近直播的时候已经连播30天了 感觉很久没吃过好东西了 所以今天我带她来吃这家全上海最贵的 弹自助海鲜火锅 它是一个法式的港式火锅店 它到底是直的还是坑的呢 趁着还有工作赶紧最后放纵一下 我们这期是看了WASA几张的视频来的 就看了她的那个视频以后 我发现我特别馋 所以在她那期视频上面有很多粉丝 艾克我们说也想看我们来吃家电 所以文件又来了 家电是半自助 什么叫半自助呢 有一部分菜品是服务员 像上菜一样端上来给你 就说明那些菜比较贵一点 那我们先话不多说好吧 先选一下锅底 那锅底基本上都是200多一份 花椒土鸡汤280 松茸鸡汤290 文哈冬瓜汤180 麻辣锅底180 发现锅底180 鸳鸯锅底价格较高的锅底收费 当然现在锅底是不要有钱的 所以我们就点了贵的 那就一个花椒土鸡汤一个麻辣锅好吧 家电的生意现在特别好 而且现在是中午 不只是因为最近搞活动的原因 你想午餐的时候 如果却算一个最低的价位 有锅龙有石斑鱼有鲍鱼 370 当然我们今天在包房里面 所以我们都点了最贵的套餐 她包房里面还要再加收15%的服务费 她的节假日套餐是750 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晚餐就是700 非节假日的午餐过来就是600 八幅蝶马 这又是一年亏200万的up主的新菜 是吧 有些去翻我们的早吃视频 我们吃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管你什么价格上就行了 现在不行要问清楚 就是我们今天 今天的花费两个人的话是1200 这个国足同款 通商海生 这是染色花菜 跟大家讲个笑话 这个花菜回家发现柜子里躲了一个老王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颜色的了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花菜染了 绿色就很像西兰花 这个不是花菜啊 宝塔菜 宝塔菜是什么东西 好久没吃过海参了 干海参差不多40多块钱一个 这个差不多是要个40左右的 它的海参没有去内脏 哦 哦 哦 试试可以吃的 但是不太习惯 试试可以吃的 哇 这个韵子真好大 去烤海里现在都有这个做法 烤鸭皮一片葱 中间也有放哈蜜瓜的 它上面的鱼子酱真的蛮多的 对 绿色菜的咸味是完全由鱼子酱提供的 还行就这样吃一口也还可以接受 哦 这是什么 这是金鲜热菜 黑胡椒的热果 哦 这是一道陷阱菜 不至于 不至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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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菜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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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波龙一整只都是我们的 对 卧槽 她的头还在动 但是她的身体已经离开了她的头 哦 那很奇怪 如果我一个人来吃自书餐 她波龙给我上半只吗 嗯 这个波龙不仅要断头 还要切一半是吗 嗯 怎么办 这个东西玩怎么只有几天啊 一人放三点 现在目前放在这里的三叠 我觉得差不多有三百左右 那这太好回本了 然后就下一次吃饱了 好偏的摆盘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啊 它是那种冻起来 然后像在吃冰淇淋一样的味道 对 然后吃起来的感觉是那种甜的 会带一点微微的苦 还有点酒香 感觉在吃芝士冰淇淋的感觉 这很像是个冰淇淋 嗯 那个虾还在动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 像变魔术一样 其实虾的身体在冰块下面 然后上面放了一个假身体呢 吃饱一下的话就腿上里面了 哦 你看它把头收走了 没错 那个冰块下面 就真的还有一只完整的龙虾 所以它一直在动 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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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吐槽小 就是这个锅有点小 对 离我有点远 我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而且感觉把整只龙虾放进去以后 位置捉襟见肘 有点小难受 小哥哥 你不觉得烫吗 还好 我们习惯了 吃了锅口感比较好一点 这盘140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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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其实很喜欢海鲜直接烫一烫一 吃的就是它本来的味道 这就要给你了 你吃的这个好吃 我吃甜点了 这个比鲜子好吃多了 必须得吃这个 鲜子是还挺普通的 但这一块才是它的精华 对 这个比鲜子好吃 鲜子没有那么咸 对 这一块才是它的精华 这一口好甜 又甜又嫩又有嚼劲 过桥东西班 虽然这个东西班也是火锅的一部分 但是它其实是额外用鲤鱼汤给你也算的 这样它就变成了另外一道菜了 对 它这个做法叫过桥 轻轻的烫一下 冬星班还是好吃 冬星班的特点是肉非常的滑嫩 也很有嚼劲 它又没有刺 它集结了鱼所有的优点 屏蔽了鱼所有的缺点 是一个完美的食材 它只有一个缺点 太贵了 今天吃的饭我要吃久一点 多去几趟厕所 请教一下吃蟹达人 你是怎么把肉啃下来的 我可以把它的咳咬碎 哦 那我不可以 我爱吃啊 这个太爽了 这个也好甜啊 它这个蟹肉又饱满 又滑嫩 原来鸡王鲜这么好吃 我们现在第一个环节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是自己去拿东西 走 我们去看看外面有什么 这里的水果好丰盛啊 这个葡萄超好 这个葡萄究极好 但是它们都是陷阱 我不能拿 我要现在吃完再拿 这个看起来好想吃 这个看起来也好想吃 这个肯定会很好吃 我不拿 你别拿盘子 这个是什么 这是芝士鸡翅吧 来一个 我上当了 我来一个 我要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 我们在奥尔联网里 鸡翅也很不错的 给我一个吧 我在寻找自助口锅里最贵的东西 之一叫牛肉 就只有这一种牛肉是吗 拿两盘吧 有这个 来十片 不 有点多 来五片吧 大石切火腿 我想拥有一块又大又长的 可以吗 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拿火腿切 不都是真的拿火腿切吗 不然呢 拿点虾吧 黑虎虾吧 你要拿点虾虾切吗 我不要 我要拿这个 上当 上当 其实上当也很开心 开心 这个水果没见过 然后再拿一个山主 检测他们水果店的质量 你拿那么多水果 我们第一波也没有拿特别多 我跟你们说这个菜单后面写了 如果你浪费了 可要罚钱 我不想罚钱 害怕 他们那边站在边上的服务员都非常的热情 然后就骗我拿了一个鸡翅 上当了 又无人这么问我 果然那个他说我不要 但还蛮好吃的 等会儿吧 等会儿吧 给大家展示一个只有在这样的次度 才能吃到的吃法 你看到这么大的虾 我们很难想要这一口多说 我真的妈感觉在吃饭 这个餐厅水果选的好不好 要看他们的山主选的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餐厅有山竹这种东西 讨厌那个水果制点人的水平的时候到了 你来 你别别别别别 如果你实在按不开 说明这个山竹质量不行 好的山竹也按就开了 还可以 这个很饱满 从来没吃过这个水果 来你直接咬一口 像吃橘子一样咬一半 来 不太习惯但还可以 就很酸很甜的这种感觉 我们自助餐的攻略方向有点奇怪 开始吃水果了是吗 发烧的甜品 我是吃不了的 木瓜炖血蛤 你知道血蛤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去上个厕所我要去拉个 那你先去吧 我也要上个厕所 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没吃饭 对 我跟你们说我们之所以不怎么拍自助餐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拍自助餐不仅要付我们两个人的钱 我们其实是要付进来的所有工作人员的钱 所以今天一会拍完你们都不许走 你们都得在这给我吃 给我吃回本 觉得我们开销比较大的可以点个赞 大家看了这一顿饭吧 我们不算五个人 我们看两个人 然后一共一千二 你们觉得值不值吧 能不能吃回本 如果你们来这里的话 你们想一下你们能不能吃回本 究竟要吃什么才能吃回本 我特别想看吃物宝三个战士 我就想看看他们来吃家电 你就能把老板吃的哭出来